当初因为我和周比利是第一次合作配合 这个小子这个腿太硬了 于海的螳螂拳是五连一举 于海的螳螂拳有多厉害 如果你是炼家子 站在于海身边跟他过两招 立即会眼花缭乱 他一出手 螳螂拳拳影若鹰编纷 四处弥漫 你碰的一声 中招了 走不出五步 就会变成一堆粉末 如果你不是炼家子 那好办 拔腿就跑 学一学伯尔特吧 准没坏处 谁来谁惜彩 于海的螳螂拳 很可怕呀 于海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甚至脑海里 根本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 但你看到他的样子 何纳心首年来的螳螂拳 就会恍然大悟 这不是李连杰的师父 吴京的老丈人吗 于海作为螳螂拳第六代传人 不仅只是在荧幕上拳如重锤 快如闪电 私底下功夫更是了得 打几下来连周比利都要必要三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代宗师于海 于海第一次遇到周比利 他早就听说过对方的名头 世界拳王 牛皮红红 不知谁提议他 让两人来一场比武 吴京和两位大人都交过手 甚至两人武功军深不可测 周比利下手狠辣 腿弓好 出腿重 踢断过杨丽精的胸骨 别武之前 吴京偷偷跑到于海跟前 让他小心 周比利的腿弓非同小可 随便一踹 把自己的戈壁踢中了 他建议于海带上护具 于海觉得 就是带上了护具 对付硬桥硬马的周比利也没用 他挥手让吴京退下 吴京一路小跑到周比利跟前 傅尔说 周比利 与师父下手可重了 他的个背比我的大腿还粗 你可得小心了 把护具带好 受了伤 大家面子上 周比利冷哼一声 眼前这个五六十岁的糟老头 能有几斤几两 他也不愿带上护具 两个人摆好架势 怒目圆征 准备肉搏 吴京忍住笑 闪到袁和平身后观战 捂着嘴 摄像师嘎吱嘎吱一阵猛摇 把镜头对准他们 啪啪啪几招下来 周比利的摆拳没站上风 他拾腿 于海的拳头硬 周比利的腿豪横 吴京睁大了眼睛 打得精彩呀 一个是猛龙过江 一个是虎啸善脸 周比利先打得不过瘾 要求带上护具 拼个你死我活 一场打斗拼下来 谁也没占到便宜 问天下英雄水鼠 曹柳 于海看着吴京一脸的奸笑 这才明白 吴京存心挑拨离间 导演一场龙虎斗 须已挑起他们之间的仇恨 他算看透了吴京这个奸贼的真面目 后来周比利在评价于海时说 他是我见过娱乐圈最能打的人 他的胳膊居然比我腿还粗 如果我们打起来还不知道谁厉害 其实于海老师的功夫 还有一个人也是深有体会 那就是曾经和于海 一起出演少年寺的季春华 季春华有一次和于海 坐在一起的时候 时不时的就喜欢戳他一下 这直接把于海给弄几眼了 于是他对着季春华 砰砰砰上去就是几拳 那次之后季春华 就再也不敢去碰于海了 别看于海是名副其实的武打明星 可他的演技其实也一直不错 只是在这部戏的时候 他也曾遇到华的 那时候就是于海给胡慧中揉脚的那段戏 毕竟于海是少林寺出身的和尚 给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揉脚 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拍戏的时候 他紧张的手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拍完后脸红得不行 后来再谈起这段经历 时于海心中也满是无奈 他说 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 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真的不敢有一点想法 只可惜这部电影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一次次的失败 让于海开始质疑自己 他忽然想起自己 当年跟着师傅 学习螳螂拳时的认真和慎重 心中的迷茫也在这一刻慢慢消失 于海和剑圣于成会 都出生在孔孟之乡山东 那时习武之风盛行 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所以于海从小就痴迷于武术 但没有名师指点 勉强也只能算强身健体 直到十二岁那年 父母把他送到了林景山面前 他是第四代七星螳螂拳传人 有着中原怪侠之城 于海天生身强力兆 如今又得到了名师指点 所以进步神速很快就在师兄弟中脱颖而出 看到他是快练武的好苗子 林景山不再藏着掖着 将螳螂拳六合棍梅花枪 和春秋大刀都倾囊相授 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武术拳才 其中于海最喜欢的功夫就是螳螂拳了 为了更好领悟到拳法的精髓 他经常跑到后山折服于暗处 认真观察螳螂捕食的一举一动 有次他竟抓来上百只螳螂 和自己关到一块日日相伴 差点就成了螳螂精 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刻苦转眼 于海的螳螂拳突飞猛进 达到了一秒八拳的惊人速度 林景山看到弟子如此用功 就带他参加了各种比赛 于海也没让他失望 从市里打到省会 又在全国比赛中拔得头筹 随后被山东体育运动学院招收 成了一名正式的国家武术运动员 紧接着他多次代表山东武术队 参加全国举办的各种比赛 接连掌获了螳螂拳剑术棍术等项目 以及全能冠军的头衔 1960年周总理访问缅甸 其中随行的武术团中就有于海的身影 那年他才18岁 年纪轻轻便功成名就 仿佛完成了人生的大半目标 但谁也没想到 他的生活将在40岁时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难怪周总理当年带于海方面 他的螳螂拳真不是功夫而是杀人计 1975年于海担任中国武术代表团队长职务 带队访问过美法等30多个国家 为宣扬中华武术及增进各国的友谊 做出了突出贡献 队员中就有当年的武术冠军李连姐 于海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所以对年轻的他很是照顾 遗憾的是几年后李连姐就因病退出了武术圈 不过两人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1980年电影《少林寺》开拍 刚开始制片方请来香港导演陈文指导 还启用了大量京剧演员 但拍摄效果大家都不满意 于是紧急找来张新岩导演救场 张导进组后将之前的拍摄成果全部推翻 并重新找了内地武术精英来完成此片 由武术冠军李连姐 还有从浙江武术队退役的季春华 并找来螳螂拳大师于海担任武术指导 进组后他惊喜地发现李连姐也在这里 于是导演让二人在里面上演了一场诗图情 可让40岁的于海保衍功夫不在话下 这么多台词剧情却让他犯了难 就在他焦虑之时 反派季春华还不合时意地跑来捣乱 电影上映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那个票价只有一两毛的时代 却创造了1.6亿的票房奇迹 于海也成功将螳螂拳搬上了荧幕 随后他又在少林小子和南北少林中 多次和李连姐担任师徒组合 更是手把手把螳螂拳传授给了他 1990年 于海在通天长老中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 各主角 这部内地独立拍摄的电影 不仅剧情有很大的硬伤 而且于海的功夫也没能很好地展示出来 打起来像是抗日神剧 所以他错失了走红的机会 不过很快他又与另一位武术冠军结下了师徒园 在新少林寺和太极宗室中 多次担任吴京的师傅 两人一师一有关系匪浅 结果师傅竟然被徒弟摆了一道 让他和周比利来了一场精彩对决 后来与海年是一高便淡出了娱乐圈 开始专心致力于武术推广事业 2001年他在山东成立了第一所螳螂拳培训基地 让更多人了解继承螳拳 从而弘扬中国传统武术 虽然演过许多电影 但与老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并且依旧和老伴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里 身为一代宗师 于海竟把自己活成了普通人的样子 但这一点就足够后辈们去学习了 2023年1月17日于海老师的突然离世 引来无数人的悼念 其中就有吴京 在得知消息后 他也是在今日凌晨发文悼念自己的老师 他称 京西于海老师事实 不胜悲痛 以前的种种仿佛还历历在目 于海老师一路走好 从他的言语中就能看出 吴京在得知消息后 也是非常震惊和难受的 之后 便有网友透露出于海老师去世的原因 是因为拴了一跤 老人在这个年纪是最不能摔跤的 不仅如此 他还感染了新冠 所以才会突然间去世 于海老师的形象 已经在很多人的心中了 愿他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病痛 我那在心中了 那一路走好